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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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除了就是说这两方面以外 还有各种认识工资的所有者 金融管理者或者驾驶人 他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法律风险 所以我们说汽车 摩托车 火车 甚至飞机 船舶等等 所有者就是说 你在使用这些认识工资的过程中 就是说可能到此第三方受损 财产也得 人生也好 受损的方面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 那么你可以就把这些风险也转移给保险人 所以也是可他们所用 除了这个第三类还有一类 就是说需要雇佣员工的单位 那么这单位来讲雇佣员工 你对员工的生命和财产要承担责任 就是说一些法律责任 你打个比方我是教师 学校雇佣我 那么从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说我在学校的工作 过程中如果受伤了 就是学校可能要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有法律风险怎么办 可以转移给保险公司 同样一样 这个企业它雇佣这么多工人 为了生长产品 那么雇佣员工的过程中 员工在生长过程中 也可能导致伤害 那么这个情况下雇主 对这个员工可能要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所以雇佣与被雇佣这样的一些单位的法律 就存在这样一个就是说法律风险 所以雇佣转移的法律 也可以就是说 是用于我们的责任保险的 好了 那么除了这个四大例的话 还有一大例 就是提供各种国院的职业技术服务的单位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它也存在法律风险 像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教师它是一种职业 那么教师来讲 我是一个老师 那我当时学生 或者其他就是说 接受教育的一些人的就是审慨 那么我也要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作为教师的这个法律责任风险的话 我也可以转移给 就是说的 承保员的保险人 不得以单位 以学生的单位为单位 一起来转移 把其他所有的老师的这方面的风险 也转移给了保险人 像这个提供的职业技术服务 这样的单位的一些法律风险 转移出去 实际上也是受于责任保险的范围 当晚教师 律师 会计师 美容师 等等 所以这些反正是职业技术的 服务的单位的话 都可能承受这样一些就是说风险 除了这一些来讲 实际上我们还有居民家里的个人 像居民家里养了宠物 居民家里的财产 就放在高的地方掉下去扎了人 等等这一些都是要承担法律赔偿责任的 那么你承担法律风险的话 你可以转移一个保险公司 所以我们说责任保险的实用范围 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的家里还是单位 甚至涉及到国家政府 它都可能面临到这样方面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说责任保险的实用范围 那么责任保险来讲 作为保险员 承担的责任又包括哪一些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包括下面两项 第一个来讲是被保险依法 对造成他人财产审失和人身商务 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那么这一项责任可以说是保险人 承担的最基本的责任 它以受害人的审开程度和缩赔的金额为一致 那以保险单上的赔偿限额为最高的赔付额 有责任保险人的予以赔偿 就比如说我驾驶汽车 可能导致第三方受审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把这个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 那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风险的话是最基本的责任 但就是说我保了多少呢 我假设保了50万 我的最高的收赔的金额也只能50万 换言之也就是说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最高也只能是50万 那么这个情况下如果是法院判我赔偿受害的第三方 赔偿60万的话呢 那么保险公司也只能按照保险活动上面的赔偿限额50万 最高的进行赔偿 多的10万的话以我个人来进行承担 所以这一方面来讲 我们所讲的就是说被保险人应对受害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而且这个责任呢就是说是保险活动约定的最高赔付额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因赔偿纠纷 引起的被保险人支付的诉讼 历史的费用 以及其他4000金保险统一支付的费用 这也就是说作为保险责任来讲 资料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直接导致受害的第三方 就是法院判赔的一些经济审刊赔偿责任以外 那么如果这个事件导致一些诉讼 打官司我们所说的 就是说一些费用 历史费用啊 其他费用啊 那么这个费用怎么办呢 那这个费用就单独来进行计算 但是保险人也承担赔付的责任 所以这两项来讲是我们的保险责任 那么除了保险责任呢 作为责任保险合同同样的就是说 保险人也有局外责任 这个局外责任一般是在责任保险合同里面是具体规定的 你打个比方 政策和事故啊 被保险故意行为导致这个第三方受损的 那么这个肯定是说除外不保的 当然责任杂害也是责任保险合同不保的 所以这里面来讲是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 就包括这两个方面 那么作为责任保险来讲发生事故了 怎么样的缩赔 实际上来讲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按照活动约定的呢 责任期限不同呢 就有一个极力缩赔和极力发生 这个两种方式 极力缩赔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以缩赔提出为基础 实际上呢讲解说 不论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 或者财产损失的这个事件 或者被保险的故作行为 再何时发生 只要受到惊害的第三者 在保险期间里面 像被保险人第一次提出有效的缩赔 就构成了保险事故了 所以保险人就应按照了 就是保险可能的规定来 承担赔负责任 所以财产这种方式缩赔的话 它缩赔的时效啊 关键在什么呢 缩赔的提出 必须在保险期间里面 于保险事故的发生呢 有可能是在保险期里 或者是约定的保险期之前 月干年 你打个比方 我们说历史责任保险 历史责任保险来讲 就是说 这个历史来讲 跟帮别人打官司 结果呢 这个一些单证 证据丢失了 那就说呢 这个委托人 肯定要有历史进行赔偿了 那赔死这个历史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投保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吃菜之前投保的 但是收赔的时候呢 就是说 受夸的人 收赔的话呢 在这个保险期间里收赔 但是这个事故 也就是说历史 丢失这个单证的话呢 可能在这个保险期间以外 之前丢失的 那么像这种方式 叫做吉利缩赔 直接在保险期间里面 发生缩赔了 保险公司约定了一个责任范围 那么它可以 承担这些赔偿 我们把它叫做了吉利缩赔 像职业责任 所有的其他职业责任保险呢 雇主责任保险呢 利用这个方式比较多 那么除了这个来讲 还有刚才说的第二种 就是吉利发生 但实际上来讲呢 吉利发生之也就是说 以事故发生为基础了 那么是保险期间里面发生的 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 或者财产损失 并说保险责任范围里面的事件 才构成保险事故了 按照这个情况来讲 保险人员按照合同的 承担了赔偿责任 那么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它是由于呢 就是保险期间里面 保险事故发生 以这个为基础 也就是说 只要在保险期间里面 发生了保险事故 保险公司去赔偿 那么这个赔偿呢 可能就是说 超过了保险期间 就是说在之外 我们在国外的话 也把它称之为常委 把它的责任 你比如就是说 美国曾经有个失眠案 失眠就是一个产品了 就是说带来 可能就是一些疾病 就是说这个失眠案的话 就是说 在这个保险期间里面发生了 但是月干年以后 这个省盖还在产生 甚至十多年以后还在产生 那保险公司呢 就是说 只要在发生那一年 就是城堡的那一年 这个事故 发生以后 月干年 哪怕可能终止了 那么后月干年 保险公司也要承担 赔偿责任 这就是常委把责任了 所以说 其立发生的事故 但是可能在其外 延长就要 也要进行赔偿 所以这类的方式呢 在实现中啊 因为保险公司 承担风险很多 所以一般除了 公共责任保险 使用以外的 其他责任保险的 一般很少用了 那么这就是关于呢 我们责任保险的 赔偿方式 前面呢 我们把责任保险的 就是说 使用范围 保险责任范围 以及收费方式的 给大家进行的介绍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就没有详细的展开 现在今天来讲呢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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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